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名字就叫做笋毛 我叫做笋 它叫做毛 我们的年龄比汉字更加古老 早在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就被华夏民族创造了出来 如今的我们早已融入到了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 成为了这个民族的记忆 我叫做毛 而它叫做笋 我们是中国古剑和家具的灵魂 不用一颗铁钉单凭我们笋毛 便可以让古剑和家具在屹立百年之后 依旧美丽坚固如初 我是凸起的笋 它是凹进的毛 凸出来的笋头和凹进去的毛眼扣在一起 我们便会紧紧地相握 不再分离 我们让每一块木头相互渗透结合在了一起 创造出了一个浑然天成 天衣无缝的和谐世界 它们叫做笋和毛 看似平凡 实为华夏先祖们在万千繁杂中凝练出的极简工艺技巧 从牧牛耕地到织布穿衣 从牧牛流马到饥黄强弩 从皇宫大殿到桌椅板凳 笋毛的身影无处不在 当笋毛结构形成时 木与木间张锦与松脱的作用力便会互相抵消 笋毛历经千年而不脱落 一个笋毛如此 无数的笋毛组合在一起时更是如此 在笋和毛之间 笋为阳 毛为阴 阴阳相生 这与我国古代哲学中 阴阳互补 虚实相生的道理不谋而合 在笋和毛的这小小的拼合中 我们的祖先却演绎着天地阴阳的变化 1937年 当近代中国建筑的先驱梁思成 林徽因夫妇一行四人 几经艰辛站在五台山一座千年古刹前时 发现这座兴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历经千余年 梁柱间的笋毛结构依然紧密相扣 不离不弃 一座宫殿由几万根木材铸造而成 全凭笋毛交叉挫插结构 便可以屹立千百年 天坛起年殿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 很少有人会仰视隐藏于这座建筑上路的奇迹 没有大梁不用铁钉 二十八根金丝楠木大柱和方爵相互衔接 支撑起了整个垫顶 归结其原理不过是笋毛二字而已 日出日落朝涨朝夕 这些笋毛不不利经了百年沧桑 千百年前笋曾对毛说 执子之首 毛曾遇笋讲 与子偕老 转瞬间七千年光阴流过 千年间虽沧海桑田 但曾经的誓言 一如当初约定时一般 失智不渝 孙与毛依然相生相伴 直至天荒地老 你在这边 你需要你帮我 我离开我 我正好 jeg 我愿意 你快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